我們來處理這個第二單元 第18頁 防空識別區 美國對於中共戰機倒台發布關切聲明 看一下關切聲明 美國說 批評中共破壞區域和平 敦促中國停止 軍事外交經濟對台灣施壓與脅迫 好我們先看 選項A 台灣關係法的制定顯示台美正式外交關係的男友好來正式打差沒有了 台灣關係法的出現就是因為我們已經沒有正式關係了 所以A不行 B美國基於戰略與經濟考量 兩岸政策既不支持台獨也反對中共對台動物 對沒錯這是現況 C 美國近年來積極重返亞洲 對 主因是確保台灣人民之安全及美國在台灣之利益 沒有跟這無關 台灣人民也不是現在才不安全 現在就之前就不安全了 跟美國在台利益有關 租 美國與中國建立邦交 又維持與台灣實質關係 對 是為了對抗北洋 沒有太遠了 距離太遠了 隔太遠了 所以最符合現況的答案選項是B 第二題 面對中共軍機老台 國防部將已驅離 並呼籲愛好和平的國家認知 呼籲愛好和平的國家認知中共 中共擁抱皮擁擇 威脅的重点 wealth 所以 看一下 國防部 欸是國防部說什麼 國防部 沒說什麼但是外交部有說 譴責中國政治的軍事情動對區域安全的嚴重威脅 呼籲愛好和平的國家能認知中國政府威脅的嚴重性 所以這一題 統獨立場時沒有都沒提到這個我們都沒有提到這個 台灣有事實主權更希望法理主權這裡我們也沒提到這個 文章當中有提到了中共區域安全投入不穩定因素沒錯有 有提到這個 對區域安全穩定的穩重威脅在這邊 所以因此這個可以 中共挑釁行為沒有談到這個強權國家勢力校長沒有 有談到不安定行為所以以前C 與題目最相關啦其實這ABCD四個 你說跟現況 都有一定的連結啦 但是跟題目 文章的連結 這個我們要找到最有關鍵的應該是C最適合 區域安全 同樣都有談到區域安全 好 中共解放軍連續在台灣西南方海空境域進行大規模軍事演訓 從圖文市推判 何者敘述最認訊 台灣防空識別區及與中國管轄範圍是一憲法 憲法沒談到這個 沒有談到航空識別區 中國戰機進入台灣的航空識別區 侵犯我領空沒有 航空識別區跟領空不一樣是不一樣的東西 好 好 兩岸關係緊張 起始於中共經常於台灣西南海空與演訓沒有 起始於兩岸分裂 兩岸這個國共戰爭後是這樣 好 中華人民共和國宣稱 擁有台灣主權是唯一合法政府 他的做這些事情的目的 刻意在這邊演訓然後又 去踩我們的防空識別區 有這個目的 有這個目的 為了證明他擁有台灣主權 所以我踩給你看 大家就踩給你看 所以這個選豬最適合 所以這三題答案是BC豬 這三題的狀況來說 我們都是只選最適合的答案 最適合的答案 有些時候會有些選項好像都跟現況有連結 但你要利用現況去判讀 利用現況去判讀 好 這是三題的部分 這麼 complex solved 這個結封